在百花争艳的香港娱乐业鼎盛年代,关芝林凭借美貌横行多年,关芝林演艺经历比较丰富,与刘德华成为最佳荧幕情侣。 刘德华说她是最美的人,梁家辉把她小时候的照片摆在床头,希望生出像她一样美的孩子。 情场上的关芝林是名副其实的富豪收割机,最开始她为了钱,后来她为了快乐。 关芝林曾在采访中说过,她做过小三、情妇,插足别人婚姻,道德观念是非对错,在她的美貌下化为虚有。 关芝林幼年父母离异,13岁的她,在火场救出母亲与弟弟,所以关芝林很早熟,18岁就与明魔商人相恋,后又迅速移情别恋,投入其他富商怀抱。 20岁时与相差十几岁的富豪王国金闪婚,之后立刻吸引,移居美国。 美国的半年,婚姻宣告失败,她说她是过各种各样的男人,有家庭的,没家庭的,感情上的荒唐远不止这些。 早年间有传言,在医院碰见关芝林就医,从身体取出两颗高尔夫球,原因在于与李嘉欣争宠刘蓝熊,下体吞下一个高尔夫球一千万,最后关芝林拿走了两千万。 后来对于和李嘉欣的争宠,关芝林都能正面回应,但唯独提起高尔夫球一事却恼羞成怒,高尔夫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真假也因此沉迷,拜金插足道德沦丧都成了今天抨击关芝林的关键词。 八卦艳势关注度也远在她的演艺事业之上,如今的关芝林老了不再美得惊心动魄,但她有了自己的事业,活出了大多数人想要却不敢要的一生。